現在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PP百達飛機在2015年巴塞爾表展上推出的最新552是 飛行家旅行萬表 那這款表的特色呢 你可以發現它跟PP以往的風格有非常大的差異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運動款式的飛行表的風格 這個文表呢 它主要的功能有兩地時間還有兩地時間的日夜顯示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九點鐘跟三點鐘位呢 它就是個別為兩地時間的local time 就是本地時間和家鄉時間的日夜顯示 時針方面呢 有夜光顯示的時針 分別指示的是本地時間 走空時針呢 指示的就是家鄉時間 可以再看到這面牌的設計上 它的時標還有它的指針都非常的有飛行表的風格 另外呢就是在六點鐘位置的是一個日期指示圈 日期指示圈呢它的設計也非常的特別 它顯示的數字呢是以三為單位 你可以看到一四七中間都是以間隔三日為單位 那這樣的設計來講的話就是在閱讀上也會比較方便 在整個數字的表現上也會比較清楚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日期圈的 三十一號和一號之間呢它是用一個不同的顏色 因為三十一和一靠得非常近 容易把它造成視覺上的混淆 所以呢它特別將一號用橘色的方式來呈現 這是一個閱讀上非常方便的設計 另外呢其實在錶盤上呢是採用了深藍色的一個七面面盤 然後配上了磨砂的設計 所以比較昏暗的燈光上它看起來是黑色的 但是其實在比較一個明亮的狀態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比較深藍色的一個面盤 那另外的一個功能就是說它這兩地時間的調整上 可以看到這裡是有兩個表冠的 一個是往前增加時間的調教 一個是往後減少時間的調教 PP為了這個日期快調的這個部分 也設計了一個專業的設計 就是安全裝置 當你要調教兩地時間的時候 你要先旋轉按把四分之一圈 然後它才會鬆開的安全裝置 當鬆開安全裝置之後呢 你再去按壓它就可以調教兩地時間了 下面的這個龍頭也是一樣的一個功能 那這樣是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功能 因為可以防止在佩戴的時候 不小心就按壓到了 這一枚百達菲力全新推出的 飛行家旅行時間腕錶5524 錶鏡是42毫米搭配有小牛皮錶帶 整體的風格呢 由於是飛行錶的一個設計 所以跟百達菲力之前的一些比較傳統 正裝的錶款的風格是差別挺大的 但是也是變成百達菲力 今天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作品 那在佩戴上呢 由於它是一個飛行錶的風格 所以無論在休閒或症狀之間都非常適合佩戴 尤其特別適合是做商務旅行 或者是旅遊的時候做佩戴 因為兩地時間呢 也還是一個非常適用的功能 也是一個非常適用的功能